当我给他东西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困难向我拿到 因为小朋友都要继续自己去卫生间 接下来他每次回来就裤子湿湿的 后来越来越不对劲 当时我就知道很不妙了 今天我要拜访的看护者是Mr.Sun 他们一家就住在这座组屋的底层 嗨 Mrs.Sun 你好 你要找我妈妈吗 因为我妈妈在忙 你要不要进来坐一下 好 好 请进 所以你是Mr.Sun的 我是他的女儿 你好 你好 是蕾欣 你好 我关门一下 算了 进来吧 我可以参观一下 可以 参观一下 好 这里是住宅 那你其实有另外一个住宅 那是我们把它变成我们的佛堂 然后 平常都你跟妈妈两个人在家吗 没有 家里还有两个哥哥 所以你是小妹 对 我是小妹 这是我的房间 也是床 那是我伯伯 是同学送我的 你房间很干净 平常都可以自己打扫 没有 没有很干净 其实是妈妈打扫 然后可能就清理一下桌子 也没有什么 你几岁 我看起来几岁 你看起来像18 谢谢 是吗 我24 24 对 那你还有在上学吗 有 我在读NUS 就准备要毕业就对了 毕业啊 是吗 还没有 今年第二年 今年第二 你24岁 因为我读JC是读五年 因为我要一直进出医院 其实正常人有医院 也就是三年而已 但是我的学校真的很支持我 然后给我读五年 所以你是身体哪里不舒服 我有肾脏病 除了肾脏病之外 除了肾脏病之外 其他的身体部位都是可以的吗 我是看不到的 你是完全看不到的 我完全看不到的 我开始进门的时候 我没有发现欣恩有什么不妥 可是我跟她握手 她没有理我 你好 你好 是雷欣 你好 然后我跟她讲话的时候 她也没有眼神的交流 直到进入房间 欣恩跟我说 她从小就失眠 而且还有肾脏病 我想她妈妈照顾她 一定是非常辛苦的 哈啰 欣恩 妈妈回来了 妈咪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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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雷欣 你好 你好 我是先生 你就是妈妈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就是我今天要找的看护者 是的 妈妈今年欣恩是大学几年级 二年级 所以欣恩你在学校是学什么科系 英文文学 我觉得要读文学 因为你需要消化很多的文字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科系 因为我小时候是视力很差 周围的事我都看不太清楚 所以读书对我来说就是 可以了解身边的事物 还是外面的世界长得什么样子 就很喜欢读书 我就从小就决定 我长大以后要做老师 然后我要教文学 你是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失明了吗 是妈妈吗 将近三岁的时候 就验到她的失力是千多度 当我给她东西的时候 她会觉得很困难向我拿到 她就会去摸我的手 然后再接过去 我就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慢慢地带她去检查 发现她原来这个病症 是很罕见的一种病 它叫做 夜盲症是她其中一个症状 对 所以她刚说夜盲症 但她其实白天她是看得到吗 白天她是看得到 20% 不过光度要足够 稍微是暗了一点她就看不到这样子 所以现在你看得到我吗 所以现在你看得到我吗 我已经现在算是失明了 那个是JC以前 妈妈 对 辛恩在三岁的时候 她的失力只有一般人的20% 是 那她这样上学是不是很困难 是很困难 因为我们已经是有 报名一次失败了 然后 你说托儿所吗 是的 邻里的托儿所 为什么失败 我就是很坦白地跟负责人说 她的状况 对她们特别照顾一个 缺陷的小孩子 是一种压力 她觉得她没有这个把握 我们没有的选择之下 为了配合妹妹有学校 能够读得了 她的哥哥需要去读教堂的学校 然后再来读这个邻里学校 所以她得要跑两半的学校这样子 所以教堂的学校可以允许辛恩在那边上课 但是一定要哥哥在那边先念书是不是 因为我当时也不敢跟教堂说她的状况 我担心会被拒绝 然后哥哥进去的时候 纯粹就是想要带妹妹进去 能够有这个学校度 所以当时那个教堂学校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招收了辛恩 是 然后辛恩在里面念书 是 可是她们没有发现 辛恩这个孩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吗 因为辛恩当时是很活泼 然后她也是很爱读书 当她第一天去学校的时候 她就看到小朋友桌子上都有那些玩技 然后她就没有兴趣 她就讲说 我来的是读书 不是来玩玩技 怎么有这么好的小孩 你真喜欢读书 她就有这样的感觉 太厉害了吧 然后老师就看到 为什么这个小朋友特别的不一样 大家都在喜欢都是玩技 可是她才三岁 她可以自己读吗 那时候是视力很差 但是还是看得到 看得到 小时候的故事数字都很大 可是她的视力没有让她遇到什么困难 刚开学就没有问题 到了半年后就面临着这个挑战了 因为小朋友都要独立 学习自己去卫生间 刚开始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牵手走进卫生间 然后接下来的老师就要小朋友每一个都能够自己主意的去卫生间 就没有人可以带 就没有人可以带 当时我有给这个信老师看 老师他也不了解 因为看她眼睛也正常 就说可能她是属于比较内向 比较轻微的那种自闭症 所以坚持要她自己走 过后她就觉得说 我讲的老师都不能够理解我 不能够帮我 然后我就不讲了 就忍了 接下来她就每次回来就是裤子湿湿的 然后下了这个巴士 她就跟我讲 妈妈 你去学校跟老师说不要欺负我 她没有讲说她不去上学 所以欣恩你记得幼儿园这段时光吗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妈妈讲小便的那件事 可能对那时候又小的心灵 我觉得是印象会很深刻 我们学A-Z 比如说我们学J 然后就是那个卡片的那个J 是有特色的 然后她就会叫小孩子轮流上去 用手指去追一下 我自己就知道 我永远没有那个机会上去 所以那时候会有一点小难够 你小时候就觉得自己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吗 你小时候就觉得自己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吗 我确实需要很多的帮忙 像幼儿园让我带一座灯去学校用 我写字可能比较慢 然后玩玩具也看不到别人在做什么 所以我是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 会有小朋友会排挤她吗 会有讲说 She is a blind girl 童年无际 都是会有这样 不要讲说小朋友老师 都会用这个字眼来讲说 她是 She is blind 妈妈听了 我很难过 因为当时我不了解她的病情 然后她眼睛又正常 然后自己为什么要面对不平等的待遇 是 幼稚园她们老师好像有去课外活动 她是没有机会 从来都没有参加过 没有参加 到了K2 就是来了一位新老师 她就看了她的那个记录 说每次有课外活动 为什么不让这个小孩子参加 然后这个老师就打来给我 我就很开心 我就觉得说 不是我给她在家 是我很希望她能够 跟他们小朋友一样去学习 所以老师最后了解这个状况 她想好 这样我带她 你就让她跟我们一起去玩 我说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 就老师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的命运 那上小学之后 有比较好一点吗 我就听了那个幼稚园的老师 就是那个好老师 是 他跟我讲说 你还是要去见一下那个小学校长 让她知道怎么样跟她沟通 然后当时我就带了一本那个 Lady Bird的故事书 我就让那个校长知道说 她的人力范围到哪里 这个校长真的是很有爱心 就叫她读这个书本 她读完了过后 她说非常好 所以她可以做 所以校长有给她什么样的帮助吗 一年级是有老师 叫一个小朋友带她 带她去厕所 升旗里 食堂这些都有 出很多意外 就是她常常会楼梯滚下来 屁股也会黑青 然后种种的问题 所以校长就给我了一张卡 就让我进去可以更好地照顾她 所以她在学校需要你的帮助是 带她上下学跟升旗 升旗里其实她是不需要 只是说她愿意要这样做 我就陪着她 这也是因为她想跟别的小朋友一样 她来到四年间 是要有个人拉花袋上 就是那个体能测验 体能测验 老师是建议说她不用做 因为运动过程可能会受伤 她就觉得说 我想跟正常的孩子一样这样子 跑步也有跑 对 她也想要跑 我就牵着她的手跑 不过老师也看了我这样跑 老师也帮我接过去 陪她一起 接力赛 跑步变接力赛 虽然跑得比别人慢 时间已经过了 可是 她完成了 完成了 好 这样吗 对 她有五朵是辣椒红 这是第一个层面 对 然后你拿一支出来 一半要凉什么 是 你要做运动 金人是一个很好学的孩子 她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 她是不会太想要试试看 她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都会去帮助她 去教她 这个是 一村 一村 对 其实以前我喜欢花 那时候我们去森林 那时候我还看得到 然后看到很多花花 五彩缤纷的 我是蛮喜欢 然后后来是看不到了 就没有兴趣了 就是当妈妈去学擦花 然后给我看她的作品以后 就觉得 其实做起来很奇妙 妈妈可以做到这样 我也觉得为妈妈感到很骄傲 然后我才有接触花的那种新鲜感 我感觉这盘花 很多故事 花朵就好像是在守护着这些草 然后这些松树的草和叶子 就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学习去进步 就是叶子也可以陪衬这个花 让整个画面是很生动 很茂密的 然后是很有生命力的 所以就是一个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的一个世界 就很美好 在学习的一个学生 就是学习的一个学生 在学习的一个学生 中学的一家 如果是学习的一家 就会让学习的一家 就会让学习的一家 因为学习的一家 就会让学习的一家 然后学习的一家 在学习的一家 上中学有比较顺利吗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很想独立 然后就开始就拿了那个 盲人杖 就这样走 我就偷偷地跟 好几次他都会创造 那个足物的墙角 是 他就停在那边 我靠近他的时候 他已经在骂眼泪 然后把那个眼镜推上戴好 开始又走了 他回到家的时候 我才看到他的脸颊是肿起来的 所以他每次都青一块 纸一块的 所以你有迷路过吗 常常 常常 那迷路的时候怎么办 他有打电话给我 可是他打电话 他要怎么讲 我在哪里 那时候是 MRD做过站 然后不知道怎么做回去 然后就打电话 等于妈妈就跟我说 你要走哪里 走哪里 去做哪一个平台 然后再做回去 其实我是路痴 可是我为了他 我会去了解先 他要走去MRD出口 然后要怎么样 多少步 我得要自己量 弯右 弯左 然后上X车 这些我都要去了解 这些我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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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一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八 二九 三十 四二 四三 四四 七十 七五 七六 七十六步 你转左 我摸左边的墙 好 然后一 二 五 六 七 七就要转右 这边一道墙 好 从这里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中学那段期间是可以的吗 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在中学那段时间 比较多的是身体上的挑战 十三岁 他就验到肾脏病 突然间他就一直呕吐 头晕 就以为是压力 后来越来越不对劲 外面的医生看了也没办法帮到 到了进医院了 才验到说原来是他的肾脏 剩下20% 需要洗肾 当时我整个崩溃 家人要去受训 怎么去照顾洗肾病人是不是 对 然后想去帮他 关注这些肾脏的 机器 不但仅仅是要干净他的脏口 还要干净他的机器 程序要做得对 是 就是时时都会有细菌感染的可能 就会影响到他的生命危险 是的 那他洗肾是每天都要 都要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对 就是每一天他放学 就要赶回来洗肾 那个洗肾的过程真的很恐怖 我看他在痛苦 因为这个水 装了多少磁在你的肚子 两个钟头他就要把它抽出来 就一千五 后来有两千 然后再一直增加伤气 所以他的肚子特别大 妈妈看在眼里心很痛 痛 痛在心里 痛到自己 心好像撕裂了 中医的时候有肾脏病的症兆 那两个星期的确是连书包自己背 都背不起来 我的课是在三楼 是妈妈帮我背书包 背了三楼 那时很严重的时候 我读每两个钟头 又没有办法坐起来 又要回家去了 妈妈又会过来接我 然后又帮我把书包背回去 然后每天每天都是这样子 这个书包一定要把它背去 也一定要让它读书 不觉得辛苦 就觉得就是很自然地帮它 你有哭吗 没有 她从来没有埋咽过我 也没有埋咽说 为什么我的人生这样 她从来没有 这是我好像很多年前 还看得到的时候写的诗 我都不记得几时写了 很早的时候她喜欢读书 她喜欢写东西 写很多很多 然后我看不懂了 我就一张一张给她丢 结果有一天她的梦想来了 就是《Madeaway Foundation》 她就讲了 想说我是要写书出书 然后他们就帮她出了这本书 我才知道我丢掉的东西是珍贵的 已经太死了 那时候《Make a Wish》的天使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十四岁了 所以写东西的能力还是很出击 所以我就是写了一个小小的故事 是关于一个小女孩与妈妈之间 本来一开始的疏离 一直到她经过了很多风风雨雨 才发现心情很重要 然后就回到妈妈的身边 所以就是《Make a Wish Foundation》的天使 帮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 《Madeaway Foundation》 《Madeaway Foundation》 《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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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好几年过后 好几年 洗了几年 腹膜透析做了七年 然后我三次的细菌感染 最后一次是最严重 最严重 就2014年 当时医生就跟我讲 他细菌感染的指标有2万多 他讲一般上是2千、3千 当时我就知道很不妙了 所以他在医院 就一直不断地做抗生素 抗生素 他在做抗生素的疗程 有很多不寻常的反应 反应 好像说细菌突然间也跑到脚去 脚也肿了 那个肺也出血也萎缩了 然后他有时候会自己笑 不认得我 医生担心细菌跑到脑去 就去造脑 然后眼球又通了 那时候就完全看不到了 他也动了两次手术 这个手术就是说要清理这些细菌 所以到最后医生讲 我们没有办法之下才要选择第三个大手术 是拿那个腹膜透析的管子出来 然后开始吸血 就是尽量不要给他有自身的那个机会 医生讲说这个第三次手术 50%的成功力 可能这些药的副作用会导致他听不到 我说不可以 不可以让他动这个手术 因为他已经眼睛看不到 再给他耳朵听不到怎么办 医生一直追着我们说 如果你再不签名 可能错过了要抢救都难了 动这个手术都没机会了 听说马来西亚有一个可以帮到他的方式 我独自搭车去马来西亚寻找求救的方式 所以你是去马来西亚要寻找什么样的协助 就是我的信仰吧 我听到妈妈她这么艰辛了 为了我再找方法 我也是蛮难过 然后也是很感动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出院 然后我跟妈妈第二次一起进去 之后就好转了吗 是 最后就没有动这个手术 就没有动到手术 是 也不知道怎么样 可能很多困难我们不懂 所以后来身体是可以的 就可以了 休养几个一下子 还是要洗肾吗 还是就开始洗血了 洗了一段日子 有人进来说要捡肾脏 医生就觉得这个肾炎很适合辛恩 当时辛恩的等候的号码还排不到 所以得要先用我的肾去跟别人兑换 我也答应了 就拿了日子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突然间 就一直有抽筋的状况 就很紧密的 有去检查是什么问题吗 检查不出 医生说没关系 你还是可以健身 你的肾脏捡出来 你还可以留在医院继续养病 我就觉得说如果是我在医院医病 那辛恩拿到的肾是确保安全吗 医生跟我讲还是有风险 如果出什么变化 辛恩还是要回到原点 再继续洗肾 会很纠结 因为爸爸就负责做工 所以照顾家庭的责任都在妈妈身上 我会担心 妈妈如果出什么事情 那我们家怎么办 我们想了很久 也讨论了很久 是后来才跟医生说 我们不想冒险 所以那个时候患胜没有成功 算是希望破灭吗 就是继续排那个等待练 等了多久 你才终于等到一个胜 就是正好十年 去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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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去年十月终于有一个人 跟你的是符合的 是 所以换完之后都可以了吗 算顺利了 经过了那一次手术 感觉到比以前精神很多 真的感觉到好像突然 前面的路又光明了一点 其实不需要洗肾 我现在发现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幻生的病人都吃很多药了 大概九种 十种吧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药哪里是哪里的药 它的包装都不一样 所以我都是丢它的包装 然后有些药的形状也不一样 没有 是我在医院问医生问护士 然后护士也有教我 他会说我包装 然后跟我讲这是什么药 然后我就是要记住 我去吃药了 OK 我要去吃药了 去吃药 请问这些药你要吃一辈子的吗 应该是 要吃多久 医生是说那些抗免疫的药 要吃一辈子 因为要避免那个肾排斥 比较多药会很辛苦吗 你会很厌烦 厌烦 就必须要做的事 没有厌烦不厌烦吧 没有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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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这个新的生命 就很感恩 很多帮助我们的人 对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生命 不是我自己的 是大家给我的 然后我需要用这个新的生命 来回报这么多爱我的人 上学的路程就是 妈妈带我去UTMRT 然后我就搭车 到Jong East 换车 然后换成新线 然后去到Bona Vista 换成城线 然后就去到Kentrich 又要坐学校的巴士 我就找人帮忙 带我上巴士 然后去到学校 全程一个小时 其实搭车还有搭列车 很多都是 Guide Dog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就是导盲犬协会的训练师 讲我的 他从2011年帮我到现在 然后他每次训练我 都几个钟头 我们就来回 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重复 直到我会为止 所以只要我有什么 新的地方需要去的话 他就会再教我 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 这样累积出来 所以这七年来 都是他在帮忙的 因为她曾经在我们的病院 但她仍然来到学校 我真的训练她 如何她能够 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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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继续 成长 自己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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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开中 看着 新闻 是很温和很漂亮 在这段时间,我能够联系她 和帮她在不同的区域, 我认为是更重要的。 她不会犹豫。 所以,我跟她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星期六下午就会去学钢琴。 我现在住在UD, 我就会去Jerong East换个车, 然后再去Auchamp Park换一个车, 然后到Colvern。 全程有一个钟头十五分钟, 到一个钟头半。 为什么要长途跋涉, 还是坚持去学钢琴呢? 是因为我小时候学琴, 只是单纯觉得很好玩, 然后很喜欢音乐。 后来慢慢长大了, 然后我经历过很多事情。 我现在领悟到就是说, 你做什么职业, 其实不应该是你这一生的目的。 所以,我不是剩下来要做钢琴老师, 还是做文学老师。 我是希望可以分享, 然后把阳光带给他人的生活。 对,是这个。 所以,现在我就是把学钢琴当成一种广道, 来影响身边的人, 让他们更积极正面地面对人生, 传递正面的力量。 你不怕辛苦吗? 我觉得当你有信念的时候,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觉得累或者哭吧。 所以有一种累是别人觉得累, 我们自己不觉得累, 因为我们充满信心和希望就不会觉得累。 保姆里教授的。 我来电话, 你不能帮助在你们去做吧。 大概是不一样, 你能帮助在我身边的 Cristieどもöko? 我购买牛油! 我购买牛油! 我购买牛油, 我购买牛油! 你能帮助在我身边的乳酪炸性? 我购买牛油! 你也可以帮买牛油! 我购买牛油的食物! 我购买牛油! 我购买牛油! 我要给杏仁吃的有营养 我们吃树的 树菜没有这样多的党固存 杏仁要帮忙 帮我一个一个剪出来 就是剪到它的最低的根这边 你就帮我一个一个剪出来 这样子吗 可以 妈妈 你放心让杏仁这样剪刀 因为他从小有学习了 所以我就放心 不用拔的 不用拔的 好 妈妈 这样可以吗 行了 然后你就把这个番茄能够切片 要切片 妈妈 你切一个给我 好 可以 你的手尽量用食指顶在这个刀 记得你的食指的尾端你要向内 向内 对 用这个来顶住 你才能够确保是安全 不会切到手指 可以了 可以了 切得不错 好 谢谢 对 我会给他做有把握的 然后会慢慢放开他 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 他也可以有三餐 可以温饱 可以独立 可以生存 好 你帮我用小锅煮饭 好 你要弄饭就没 好 好 好 第一个是番茄 香菇煎鸡蛋 好 这一个是小奶白煮翻篮菜 然后这个是豆腐炒 带兰花 灯笼椒 还有菇类 好 你要不要用叉 用叉 你是拿前面的 前面 对了 好 我们要开动了 开动了 好 好吃吗 好吃 我坚持自己煮 让家人吃得比较健康 辛恩住宿舍的时候 我很担心他的素食 中医校长也很帮忙我们 让我可以在学校陪着辛恩 住一个星期训练他 奇迹饮食 让他可以照顾到自己 刚开始他就觉得想独立 他就讲了说 你以后不用来我学校 我很难过 当初我其实 我担心妈妈会为我 为我担心 因为其实在宿舍 我也遇到一些 科业上的问题 然后很陌生的一个环境 所以那时候我跟妈妈说 对我有信心 我可以照顾自己 如果让他知道我在学校 其实更多更多的问题 我怕他会难过 还是在家里没有办法 安心地照顾家里的东西 真的感恩了 因为不讲出来 用彼此的去观察 铸枪的扶持 不管在精神上 或者各方面 可以感应得到就很好 我三个孩子其实都很乖 都让我很心痛 我要让他们承受 这个年龄不该去承受的 他们都得要去承受 所以有时候一直感觉到 我都很不足道 自己很亏欠他们 特别是哥哥 其实在我开始洗肾的时候 妈妈需要去医院做训练 这样她回到家才可以帮我接那个管子 那个时候大哥也去接受训练了 因为妈妈是担心说如果妈妈病倒了 谁来帮我做这个接洗肾的管子 其实大哥会很紧张 但是他也是硬着头皮去 所以觉得这个哥哥真的很疼我 哥哥 虽然你不怎么讲话 但是你都是默默地付出 所以我要跟哥哥说 我真的很感恩有这样的大哥 我发现你们两个都是很感恩 很感恩周遭的人 都是存着很正面的态度去面对挑战 所以妈妈现在是有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来回馈社会吗 是的 我是参与好像去照顾一些红山的老人 帮他们预检 送这些礼包饭盒 叫他们插花 不会让他们觉得孤单 让他会感觉到温馨 所以也是因为你在社会上得到了 各方各界的帮助 对 所以引发你自己也想要去回馈 给其他的社会大众 是的 所以虽然你们的人生前面那一段 波折重重 可是因为你们很正面很积极 所以现在都过得很好 而且还可以给别人更多的力量 我觉得现在因为星恩有一个新的圣 你们现在人生也开始比较稳定了 所以祝福你们 祝福星恩以后 从现在开始身体健健康康 然后人生有美好的未来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每次那么多 这个是帮妈妈准备的 我知道她吃了美 谢谢 幸恩 谢谢你来做妈妈的孩子 虽然你的身体在受苦 我真的心很痛 妈妈是永远都支持你 永远都在跟随着你身边 爱着你 疼着你 就想要往 其实妈妈很担心我 就是会被负能量影响 但是其实从小到大 很多负能量的东西都是妈妈在帮我当 很像老师对我说不好听的话 妈妈在前面保护着我 我没有听到 因为都是妈妈在帮我沟通 医生跟妈妈说不好的消息 都是妈妈在听 因为妈妈希望我就是很纯粹 然后很开朗地活着 因为这样才有力量 我们就一起加油 宝宝 每个孩子都和妈妈曾经期待相连 互相流通的不只是血液 还有对彼此的爱 妈妈的勇敢造就心恩的坚强 而女儿的贴心懂事 也成为支撑妈妈背后的力量 母女俩就像一根拔河的绳子 互相扶持 谁也不会让对方倒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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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